几年前有人发明了一辆黑鸟风动车 它会被顺风推动前进 同时车轮又带动螺旋桨产生推力 从同速行驶汽车上的风向标观察 风动车在起步加速时 风从车尾吹来 在车轮的带动下 螺旋桨转速不断提高 最后竟加速到超过风速 风向标旋转了180度 风向变成了从车头吹来 有人说既然是顺风推动小车前进 车轮在带动螺旋桨 而螺旋桨又推动小车超过风速 所以这车不管怎么看都是个涌动机 这让忍辱多年的国际涌动机协会看到了曙光 他们复制了这辆黑鸟风动车 打算进一步测试 只见车尾安装一个大号螺旋桨 桨轴通过皮带和车轮轴连接 当风从车尾吹来 气流对叶片的推力产生了前向和侧向分力 这使螺旋桨受到了反转的利欧举 同时向前的分力又推动小车前进 使车轮受到向前滚动的利举 当皮带把螺旋桨和轮子连起来 这两个反向的利举就会通过皮带较劲 如果螺旋桨的反转利举占了上风 车轮就会被桨叶带动逆风倒退 因此要适当减小叶片营角 通过增大前向分力来提高车轮的扭举 同时减小侧向分力来削弱螺旋桨壁举 并且还要给桨轴换上更大号的皮带轮 通过增加减速比进一步放大车轮的输出扭力 这样螺旋桨的反转利举就无法对抗车轮的力量 小车会被前向分力推动 在顺风中起步前进 由于该车迎风面受到的推力 和相对风速的平方程正比 随着车速增加 相对风速不断减小 推力呈下降的下突曲线 因此接近风速时 推力就会减小到和地面摩擦力相等 而不能继续加速 但螺旋桨的推力会随着车轮转速提高而增大 螺旋桨的推力线以近似的斜线上升 和顺风的推力线叠加 就是小车受到总推力的曲线 而小车的前进阻力主要是地面的摩擦力 它会随螺旋桨功率提高而增大 阻力线乘下突的上升曲线 车速超过风速后 迎面气流的阻力开始增强 使阻力线进一步上弯 最后和推力线相交 交点对应的就是小车的最大速度 因此它确实能超过风速 于是有人提出 如果去掉顺风的推力 那么螺旋桨推力线 还会在一定速度区间里覆盖阻力线 所以就算没有顺风 小车也能达到推力和阻力的平衡速度 为检验此说法 我们在无风天气里嵌引风动车加速 结果车身和桨盘内圈受到的风阻 与车速的平方程正比 导致阻力曲线急剧上扬 将螺旋桨推力线完全覆盖 在任何速度下释放小车 螺旋桨推力都不能对抗车轮阻力 很快减速到零 这说明顺风的作用 就是消除车身和螺旋桨内圈 在前进方向的迎风阻力 使阻力曲线回落 同时提供小车前进和螺旋桨吹风的动力 使总推力曲线叠加升高 这样小车才能从静止加速到超过风速 根据此原理 用弹簧秤将风动车模型定位在跑步机上 同样能让小车和周围的空气相对静止 从而消除了风阻 使阻力曲线回落 同时移动的地面对车轮做工 又形成了在一段速度区间里 覆盖阻力的螺旋桨推力线 因此在这个速度区间里放开小车 它就会向推力和阻力的平衡点加速 而重新挂上弹簧秤后 小车就会对连杆形成压力 可见无论是能在跑步机上前进的模型车 亦或是能超过顺风速度的风动车 其反直觉的速度其实都是依靠外力做工来实现的 因此风动车的工作原理对国际勇邪如同晴天霹雳 它们只能继续忍辱负重 请不吝点赞订阅